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是把公司资料记点记点 拿去给你大伯父的吧 你打算说他当媳妇吗 你也知道 爸信任的人就只有你而已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我的话呢 他听到你在嫁过来这里之前 怀过一个孩子 高兴的嘴巴都合不起来了呢 你打算继续跟我哥见面吗 欲望的红花 每天晚上七点 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 怎么可以讲对我们啊 三位已经不再是大西洋集团的董事了 金明才先生 金明才先生 今年春天 我打算与白人齐小姐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 爸可能在遗嘱的继承人里 写下明仔的名字 明仔 我要报仇 对以纳应 只要阻挡了我的前途 我随时都会抛弃你们 欲望的红花 每天晚上七点 星空卫视全国独家首播 会长不会有什么事的 请巨师告诉我可以吗 到底有多严重 会长现在等于进入了睡眠状态 爸 你在遗嘱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妈跟你只不过是爸爸人生的过客而已 三年就好 我一定会赚很多的钱 然后好好照顾你 今天之后就成为会长了 要看来遗嘱才会知道 欲望的红花完结篇 每天晚上七点 星空卫视